全國人大上個月通過 指食用、致養和買賣野生動物的決定 在安徽肥西 有養了300多隻果子狸 並持有許可證的養殖戶 估計在新規定下 將會損失200至300萬 當地林業和原林局表示 對養殖戶的損失感到痛心 目前配上政策還未出台 但強調會盡量安撫養殖戶